老公 老公 你比这些身外之物重要多了 夫妻间不是同甘 而是共苦呀 老婆 你干嘛呢 又要直播啊 你看 我在致力于环保事业呢 这些不都是你很喜欢的吗 为什么突然要卖掉 生活嘛 偶尔还是需要一些断舍离 凡是让我已经没有心动感的东西 其实都应该扔掉 不 卖掉 这个不是你求人求了好久 才代购到的色号吗 过时了 这个不是大神级的设计吗 地下神坛了 这个不是全球限量款吗 最后再卖它 最后再卖它 卖了也好 到时候老公再给你买新呢 老公 你比这些身外之物重要多了 夫妻间不是同甘 而是共苦呀 当然我不是在质疑你赚钱的能力啊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老公 我是觉得你对我付出太多 所以 我情感不同有点大 我也只能帮上你这么一点点的忙 姐姐 速上咸鱼把温柔卖的东西都买下来了 老婆 其实咱们家够大了 你不用太过断舍离 喜欢的东西也不用勉强卖掉 房子 这件咸鱼好像是可以卖房子 我上架的欧比全部都卖掉了 这也太神速了吧 因为我老婆有眼光 而且会拍照 怎么是你 别误会 我是来谈生意的 我跟你除了生意 应该也没有别的可谈 谈生意而已 能不能别带那么多私人情绪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蛮横的衣服 听说你最近急需用钱 还要出售你红武鞋的设计稿 怎么了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一方有什么困难 好像跟甲方没有任何关系吧 行 作为甲方 我有权知道你店铺的真实情况 对了 还有一个事我想了解一下 善良知道你要卖掉设计稿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还没有必要知道 感情危机 我们两个好着呢 那你为什么缺钱不找善良啊 我这次又也会卖红武鞋设计稿 我就是为了帮寻觅 解决他流动资金的短缺 这也不像你啊 你不是应该准备准备离婚了吗 话说回来了 寻觅的资金链出问题 这么大的事我这么不知道啊 就算他们想保密 夜内有什么风吹草动 也会第一时间知道 真是自食神高 你不信啊 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别人 我总不能提前跟别人穿通好吧 你厉害呗 你做戏做玄套呗 行 就是不相信我呗 你觉得你说的话 跟我老公说的话 我相信谁啊 你跟善良啊 一定很爱对方 但是从善良的身上 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呢 一旦爱上别人 智商就会下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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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